把她直接跟杨子比 有几个能跟杨子 那么直接就比的呢对吧 杨子的颜值在美女如云的那鱼算不上出条 背景也比不过那些金圈格 但当她亮出影响力实际图的那一刻 所有的90后小花在姊妹面前都弱爆了 作品方面她是90后唯一一位双台破译的女演员 当年一部亲爱的热爱的直接刷爆个大榜单 学霸童年到追男神韩商言的故事 让屏幕前的各位露出一脸一母笑 而男主李献则凭借现男友的后解 剧本红毯采访邀约不断 之后与肖战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 更是让杨子成为90后唯一一位 电视预告片破译的女演员 此外姊妹占长沙中饰演可爱鸡敏的香香 成为90后唯一一位豆瓣评分破酒的女演员 并且她还是90后唯一一位 手握十部央视证据的女演员 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唯一关注的女演员 更是那余唯一一个连挂五天黑热搜 最后却涨粉30万的女演员 总有人为了黑而黑 好在内心强大的杨子 将所有的质疑都化作养分奋力向前 所以我觉得任何的经历我都还挺感谢 所以哪怕她两年无据播出 在90后演员中的热度依旧是指增不减 在其他领域杨子是90后唯一一位连续五年 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女演员 并且2024年春晚也邀请了她 但由于姊妹在拍戏腾不出时间无奈只能婉拒 不仅如此杨子还是90后唯一一位 被央视点名表扬不下30次的女演员 网友也因此称呼她为央视亲闺女 也是90后唯一一位入选全国优秀女演员的演员 唯一一位参加过国家正义的女演员 唯一一位在韩国拥有个站的国内女演员 唯一一位手握15个国家大使的演员 并且她的微榜个人指数最高9.54 商业价值一直稳均女星前三 更是多个平台认证的抗拒女王 30天21个热搜8个热搜榜单低 一个晚上4个代言4个月解锁10套高顶 哭戏落泪3秒上热搜 是抖音第一个破700亿的女演员 如此优秀有实力的小猴子 当然会收到更多人的喜爱 被国家认证的姊妹入股不亏